百合生虫子了怎么办? 今天小编分享一下关于百合的小知识 欢迎订阅关注和分享 百合是一种美丽的花卉植物 但在养殖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百合叶片上生虫子的问题 这些虫子会导致叶片发黄干枯 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百合的生长和花期 那么一旦发现百合叶片上生虫子了 该怎么办呢? 一、喷洒药剂当你发现百合叶片上有虫子的时候 可以考虑喷洒一些除菌药剂 这些药剂能够消灭植株上的细菌和病虫 避免百合的健康叶片被感染 每隔10天左右喷洒一次除菌药剂即可 此外,你还可以使用沾有消毒剂的纸巾 擦拭百合的叶片 同样可以避免百合叶片感染 二、剪掉黄叶 如果百合的叶片上已经出现了黄叶和病叶 就需要立即进行剪除 用锋利的剪刀将这些叶子剪掉 避免其余健康的叶子被病害感染 同时,还需要在百合的伤口处 涂抹稀释后的多菌灵药剂 促进其快速恢复 三、更换土壤百合的土壤是它生长的基础 如果长期不更换土壤 就会导致土壤中滋生出大量的细菌 从而使得百合被病害感染 因此,需要每隔两年为其更换一次土壤 更换土壤的时候 需要选择输松肥沃 且富含多种营养物质的土壤 并且在使用前对土壤进行一次消毒灭菌 四、适宜环境百合的生长环境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环境温度高且十分闷热 就会使百合叶片上生出害虫 因此,需要将百合移到通风透气的半阴环境中进行养护 此外,还需要控制浇水次数 可以根据土壤的干湿程度进行浇水 使百合能够旺盛生长 总之,百合叶片上生虫子了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需要及时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 就能够保证百合的健康生长 以上提到的处理方法 可以帮助你解决百合生虫子的问题 让你的百合继续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以上就是关于百合的小知识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 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 谢谢